如何在Windows 11或MacOS计算机中设置HP435全高清网络摄像头 利用HP435全高清网络摄像头和PolyLens软件 您可以通过计算机录制或流式传输高质量视频和音频 打开安装支架以固定网络摄像头 调整抓夹以适应显示器或其他安装表面 滑动打开隐私保护罩以进行设置 打开计算机后将网络摄像头插入可用的USB端口 在Web浏览器上转至www.poly.com-lens 向下滚动到获取Desktop应用 然后选择您的操作系统以开始下载 下载完成后打开文件安装该应用 您可以通过PolyLens应用调整网络摄像头的设置 安装完成后选中同意并选择继续操作 要创建账户或使用现有账户 请选择登录或者你也可以以访客身份继续操作 您可以通过主页界面访问网络摄像头和多款工具 为您提供工作环境中的帮助 选择见解以检查互联网连接速度 在健康与幸福页面中您可以启用阴景 以及设置摄入水分提醒和眼睛休息提醒 选择优秀实践获取有关耳机 摄像头和工作站设置的提示 Poly博弈支持页面提供了帮助链接 可帮助您解决可能遇到的任何问题 根据您希望获得的帮助 可以选择访问Poly博弈支持或Lens Desktop在线帮助 在这里您可以下载有助于解决硬件问题的日志 选择您的网络摄像头以访问您的设备 概述选项卡将显示设备状态和软件版本 您可以通过控制选项卡手动调整网络摄像头设置 选择显示图标预览您的更改 注意必须禁用预览 其他应用程序才能识别网络摄像头 根据您的喜好调整亮度、对比度、饱和度和锐度 默认情况下 白平衡、对焦和曝光均设置为自动 您可以在此处更改这些设置 启用背光补偿可以调亮前景中的主体 在设置选项卡下 选择通用 以选择合适的刷新速率来减少闪烁 您可以通过支持选项卡访问快速开始指南和用户指南 以及网络摄像头的设备信息和日志 选择联系支持人员 找到获取Poly博弈支持和Lens Desktop应用支持的链接 并查看您的设备详细信息 您的HP全高清网络摄像头现在是您的默认设备 当您打开首选会议或录制软件时 您的网络摄像头已准备就绪 在HP Support YouTube频道上 查找更多有用视频 请问您的设计目 打收但设备 facebook 和๊格